刚刚我介绍的部分应该是属于资料整理 透过合并汇算做资料整理 至少我们这样可以看出来说 哪些资料它常常会有哪些资料经常没有的 我们接下来我想要去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平均 平均就是说这三天 这三天它有资料的话平均 请问一下 如果你要去算的话 你会怎么算 我现在想要算统一 统一这三天 1021、1022、1023 这三天的平均值 请问你会怎么算 很简单啊 是不是 10月21号的B2加上10月22号的B2 再加上10月23号的B2 加起来之后除以3 对不对 这样我想应该大家都会算嘛 可是万一这边有100格 一千格一万格 等一下我们就要讲到这样子的范例了 你看100年板桥市的户数 这是第一收入的户数 有这样子 然后人数有这样子 那我还只有给你100年 那我还只有给你100年 101年 102年 如果我想要知道那个平均呢 从20年 不多嘛 就给你20年 你要怎么算 好 我现在要教你 我现在要教你 就是要做这件事 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有100年的低收入户数 有101年低收入户数 有102年低收入户数 那我就想要知道 这三年低收入户数的平均数是多少 好 一样用合并会算来去算完 我们来看看怎么算咯 首先例如说 我将流标落在这个100年 这个新北市 29区 新北市有这么多区 58区 有重复吗 三峡区 哦 对不起 他应该 这边是没有的资料 对 对 这边 这边把资料删掉 就是这100年的吗 因为只有 只有什么 100年的资料 这边呢 就是101年 这边是102年 好 这样才对 好 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这个 就是板桥区这三年低收入户数的平均数跟人数 好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少少我们学会如何做资料的一个分析还有统计之类的 好 好那怎么做呢 假如我现在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要去做那个户数三年户数的平均嘛 就是这边是不是户数 这个地方也是户数 一般年这个也是户数哦 不可以是不一样的名称 因为他不一样的名称他就会用整理资料的方式呈现 一定要用相同的名称 好 这三年C1这个都是户数 好 这边是关键 这边都是人数 那我们现在假设在这边来去看 我想要去算出来三年的一个情形 怎么做呢 资料 第一个我现在在100年哦 然后G1 然后点选资料底下的合并会算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要先把这三年资料加总起来 再取平均 所以我们这边要选平均值 函数我们要用平均值 我们没有人去把这三年的值加起来 不需要加起来 而且加起来没有意义 我们取那个平均值是比较有意义的 好 接下来呢 参照的位置是不是 就是100年100年的这些资料 要包含那个标题都要选到 好 从这边选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选到那个D30嘛 好 然后接下来新增进去 这是100年 100年这张资料表 B1到D30 接下来是不是点101年的B1选到D30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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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102年是不是B1到D30 它已经做好了 就直接新增下来 然后记得 记得 这个 最左蓝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新北市是不是有29区 好 29区 再来是不是有顶端列 顶端列是不是这边 然后点却 确定 这边是不是算出来是一个平均值 你看哦 100年 100年是板桥区的低收入户数 1881 可是这三年平均是2595 代表什么 代表好像越来越多 而且高很多 低收入户高很多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2595到底对不对 你看哦 100年是1881 好 我先写在这边1881 然后101年的板桥区是不是 2790 所以2790 哇 100年到101 1年差好多 然后102年 3113 3113 然后取平均值算出来是2595 52595在这边 可以哦 这样是不是可以介绍我们很多那个计算的时间 我希望你们要学会这个资料的合并 资料的合并很重要 还有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可以去算出这个资料的统计 真的都很重要 好 还没讲完 但是我想我们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合并会算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整理资料 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跨工作表的资料统计 好 这一个很棒很棒的工具 跟你分享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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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